活了300多岁的龟仙人居然死了 雅木查实力大涨轻松打败超赛的孙悟天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期视频中和比鲁斯长相类似的敌人拉打 轻轻松松将孙悟天和特南克斯打败 为了变得更强特南克斯去找塔皮恩 孙悟天则是发现一股强大的气息 结果这股气息的主人竟然是雅木查 雅木查疑惑什么风把孙悟天吹来了 原来孙悟天想和自己的老爸一样 让龟仙人指导自己修炼 这时孙悟天发现远处放着的龟壳 不就是龟仙人的龟壳吗 龟仙人三个字让雅木查神情微变 脑海中闪现龟仙人指导自己的画面 随后告知孙悟天 龟壳是龟仙人交给自己的 孙悟天听出事情的不对劲 询问雅木查龟仙人怎么了 但是雅木查没有直接说明 而是让孙悟天先和自己切磋一番 但是孙悟天明显不把雅木查放在眼里 疑惑雅木查能跟得上自己的速度吗 但是雅木查却让孙悟天把气提升到极限 此时的孙悟天还是一副懒散的模样 结果雅木查已经闪现到自己的身后 孙悟天瞬间变成超赛和雅木查拉开距离 随后震惊雅木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之快 原来在打摩罗期间雅木查也没有闲着 帮助宇宙巡警打击摩罗的手下 所以雅木查的实力自然提升很大 说完雅木查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孙悟天 即便是超赛状态下的孙悟天 都没能第一时间躲开雅木查的攻击 随后雅木查一招上勾拳将孙悟天轰飞 紧接着又快速来到孙悟天的前方 只见雅木查一声怒吼 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一脚将孙悟天击落 承受了三次攻击的孙悟天 此时的大脑已经无法清楚地思考了 但是雅木查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施展出久违的狼牙风风拳 孙悟天空有一身的天赋 如今却不是雅木查的对手 只见雅木查打算给孙悟天最后一击 但是雅木查最终却停手了 因为孙悟天已经变回了常态 孙悟天震惊雅木查现在的实力真是强大 但是雅木查却说这是归功于龟仙人 原来打完摩罗之后让雅木查突然醒悟 自己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以防悟空和贝极塔都不在地球 于是雅木查去找龟仙人指导自己 却发现龟仙人正在和加克打成一片 随后龟仙人指导雅木查修炼了几天 紧接着龟仙人让雅木查去找一种水晶 但是这种名叫凯恩水晶的东西不在地球上 而是在一颗名为多罗行星上 随后加克带着雅木查前往多罗行星 没想到半路飞船被一颗陨石击中 最终雅木查和加克不得不选择迫降 于是遇到了当地的原住民 发现对方的长相和老鼠类似 并且当地有一座类似于卡林塔的塔 只不过这个塔却藏在地下 于是雅木查开始一路往下挖 结果挖到一半洞口就坍塌了 没有多想的雅木查施展出龟派气功 随后又配合狼牙风风拳 终于让雅木查找到了天神殿 随后雅木查遇到了波波先生的亲戚 只不过可可先生比波波先生更瘦一些 雅木查为了见到这颗星球的守护者 于是便和可可先生相互切磋 最终肯定是雅木查打败了可可先生 可没想到意外发生了 现场突然出现一位名为赛萨米的恶人 就在赛萨米要对雅木查出手的时候 这颗星球的守护者出现了 守护者告知雅木查 会心撞击飞船的时候 同时释放了这个恶人赛萨米 原来赛萨米之前是被封印在会心之中 结果会心却和飞船发生了碰撞 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 雅木查决定要打败赛萨米 刚开始雅木查费尽了力气 自己几乎被赛萨米拿下了 结果因为赛萨米过于傲慢 让雅木查有了可乘之机 最终雅木查费尽全力终于反败为胜 随后雅木查得知眼前的守护者 竟然是自己打棒球时的粉丝 于是雅木查用自己的亲笔签名作为交换 成功拿到龟仙人嘱托的凯恩水晶 可没想到雅木查回到地球的这天 也是龟仙人选择死亡的日子 并且龟仙人把龟仙流交给了雅木查 随后龟仙人通过凯恩水晶的能力 将自己的气传到雅木查的身上 当雅木查回过神时发现 凯恩水晶正在一点点的消散 反观龟仙人的身体同样开始消散 而消散的身体化作一道道力量 无论是悟空还是克林等人 都感应到龟仙人的气正在减弱 最终凯恩水晶完成了自己的作用 而龟仙人最终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反观由龟仙人化作的能量粒子 全都融入雅木查的体内 随后龟仙岛上掀起一股飓风 这股飓风好像是来带走龟仙人一样 随着飓风的消失 龟仙人的气也彻底的消失了 最终支留下龟仙人的龟壳和拐杖以及眼镜 看着失去往日热闹的龟仙屋 突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听完雅木查的讲述 孙悟天的眼角尖也忍不住落泪 随后孙悟天让雅木查指导自己修炼 自己肯定不负龟仙流之名 如此一来龟仙流的传承将不会断绝 与此同时特南克斯还没有找到塔皮恩 就在这时特南克斯听到笛子的声音 不出意外吹响笛子的人正是塔皮恩 特南克斯跟着笛声一路找到了这里 结果特南克斯不小心踩到树枝 瞬间惊扰了塔皮恩身边的小动物 这让塔皮恩对特南克斯有些不满 因为这是特南克斯第二次打扰塔皮恩了 不好意思的特南克斯只能说声抱歉 疑惑拉达把自己打得落花流水 塔皮恩为什么要帮助自己 看到特南克斯也算有礼貌 塔皮恩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告知特南克斯 自己是在防止拉达造成真正的破坏 特南克斯疑惑塔皮恩和拉达难道认识 原来拉达和塔皮恩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人 特南克斯疑惑塔皮恩为何会来到这个宇宙 原来塔皮恩是跟着拉达过来的 而拉达在寻找一件遗物 目的是为了给死去的师父报仇 随后塔皮恩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 塔皮恩所在的星球上有两个种族 这里人各个都是比鲁斯的亲戚 所以在这里他们都是上层阶级的人物 反观塔皮恩所在的种族则是下层人物 无论在那颗星球上只要有人就会有争斗 而穷人则是成为富人欺负的对象 随着争斗的不断演化和爆发 两个种族之间都出现的比较大的伤亡 最终演变成两个种族之间的战斗 甚至上演到种族灭绝的地步 塔皮恩的父母就是在战斗中被杀死了 然而就在这时拉达的父亲出现了 并且收塔皮恩做弟子 然而当时的塔皮恩只有四岁而已 但是师父却执意要训练塔皮恩 直到塔皮恩精疲力尽为止 然而师父这样做的目的 竟然是为了选出最杰出的战士 去帮助训练自己的女儿拉达 很快塔皮恩的故事就讲完了 这是特南克斯坦言自己想帮助塔皮恩 但是特南克斯也深知自己现在不够强 可要是有塔皮恩的帮助 自己将可以突破到下一个阶段 塔皮恩一听疑惑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意思 于是塔皮恩想看看特南克斯的全部实力 特南克斯没有吝啬打算让塔皮恩见识一下 只见特南克斯一声怒吼 特南克斯瞬间变成超赛形态 但是特南克斯知道自己还有潜藏的力量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激发出来 只见特南克斯进入白眼超赛形态 身体的肌肉开始膨胀暴涨 这明显是超一第二形态的征兆 但是特南克斯依然没有停止暴气 心中对于保护亲人的欲望无比之强 随后特南克斯找回了理智 最终我们看到特南克斯成功变成超二形态 刚变成超二的特南克斯无法控制这股力量 昙花一现的超二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是也让塔皮恩看出特南克斯的潜力